而对于美国企业形成的竞争对手 而数据安全这个问题特别是在未来 恐怕是越不过的一个话题 说完了今天的这两条跟情报相关的新闻 咱们下面要谈这个话题 还跟情报有关 说到中国病毒的起源 前几周来自美国能源部的一份评估 引起了媒体很大的兴趣 本来那有关于这个病毒到底是自然还是人工 这个话题呢 是去年前年大家吵的焦点 这两年的已经热度有所下降 这个话题啊重新又勾起了 人们对于病毒起源的兴趣 那么今天呢就由Eric来详细介绍一下 到底是怎么回事 病毒起源这个从COVID-19开始流行以后 当然肯定这个很自然的 不管是从科学上从政治上 从各种方面来讲的 一定是要去找这个病毒起源 但是呢现在的情况是 有一些东西它掺杂了太多的政治因素 所以弄得好像大家一听说能源部调查 说是实验室泄露 就觉得好像是个天大的新闻 其实不是 它的背景是这样 从2021年开始 就是美国就已经开始在 在到到处的去查这个病毒是哪来的 那么美国的情报部呢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一说情报部就情报部 其实情报部 美国至少有16个情报部 16个情报部 它是分属于分属于什么司法部啊 国防部啊军方啊 财政部啊能源部啊 它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情报部门 它同属的管谁管他们 叫DNI这个情报总监 在在管这16个这个情报部 那么有多少这样的情报部门 去参与了调查病毒起源呢 有8个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DNI周围一圈 这些小伙伴啊 这都是它的情报部 那么有8个情报部去调查呢 有4个得出的结论是 就是这个动物传道人 就是可能就是海鲜市场 动物传道人这样一个 一个自然起源 有两个呢是得不出结论 有两个说我我不知道 查了半天我查不出来 有两个呢 现在是说这个 起源是实验室的泄露 其中有一个是谁呢 是FBI FBI是隶属于这个司法部的 FBI的这个这个答案呢 有点读书一致 是和其他的各个情报部 部门不太一样 他说我不但知道 他是这个实验室泄露的 而且我是中等可信 中等有信心的相信 他是实验室泄露的 就这个等级就比较高了 其他的 因为中国的方面 消息比较封锁 所以其他的人得出的结论 都不是很可信 都是说low confidence 就是我 我对我自己的这个结论 我没有多大信心的 基本上就刚才我们讲到 那个伊拉克的 那个核武器的问题 也是一样 就是我得到这个消息 但是我对这个消息 不是特别可不是特别有信心的 大概是这样 那么之前 为什么这一次 这个能源部的 引起大家的很大的一个兴趣呢 是因为之前 能源部的这个调查的话 是觉得 不是 是觉得是 他就是一个自然企业 哎 现在他突然改口 他突然改口说不对 我们又得到了新的消息 我们觉得他是实验室泄露 所以大家比较感兴趣的 就是能源部的这个这个调查 他得到了什么样的新的消息 参议院现在就在讲你 你能不能把那个消息拿出来给他 给我们看一看 但是呢 能源部现在没有回应 不知道他愿不愿意给我们看 所以这个是 呃 现在发生的一点小小的变化 但是我们 总的趋势上 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大多数的 呃 这个实验 要么是不知道 要么就是我认为 他是一个 呃 自然界的传播 能源部的这个是一个艺术 但他依然是一个少数 呃 比较最 突突突出的就是FBI FBI的结论 他说我是中等的可信啊 这是基本上是这样一个 一个一个情况 这也折射出就是中国 不配合这个 呃 世界的调查的话 你反而给 反而就是引起很多 不必要的去猜测 其实一个实验室泄漏的话 并不是一个特别 好像大大不得了的事 他并不影响你这个国家的 呃 形象啊 或者是你这个可信度啊 只要是你诚实的配合 哪怕你就是实验室泄漏又怎么地 美国的实验室不是一样泄漏吗 连天花都往外泄漏啊 对吧 泄漏完了 有人说美国的实验室不安全吗 没有啊 对吗 你实验室发生泄漏 这个是几乎就像飞机掉下来一样 当然是个惨剧 但是这是不可避免的事 实验室你只要是有实验室 基本上就会 就会有这个泄漏的可能 所以不知道中国的这个考虑 是怎么样的一个考虑 他始终始终是不和这个调查团队去配合 这个就造成外面的猜测 就是谣言满天飞 就是现在就相当于这样 所以这个东西呃 大概的情况就这样 我觉得这里边呃 因为我们不知道 他实际他实际上这个能源部 得到了什么样的新的消息 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去说 他的这个结论是对还是错 这个结论本身 能源部也是说low confidence 就是我我对我自己得出的这个结论 也没有多少信心 就基本上就这样一个一个一个情况 但是中国不配合调查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一个现实 嗯来和平先生 有简单听点 哦即算是中国政府配合调查 也未必能够使这个病毒的来源啊 马上就能够确定 嗯因为病毒的所缘在非洲 在墨西哥在很多的国家 啊他的所缘的过程 都是比较艰难的 嗯有的是花了十几年时间 有时候真的是靠运气 但是二游客说的很对 首先你中国政府采取一种控制的 拒接世界卫生组织去调查 这是非常可耻的一种行为 啊现在世界卫生组织是一个没有什么权利的机构 他就是个协调机构 所以他没办法 走一段时间宣布呢 就是说这个事情就算了 啊我就不完了啊我就不搞了 所以我当时看了这个消息以后 我还是非常的愤怒啊 又感觉到非常的无力 就是说你中国作为这么一个打国啊 这样一场病毒对人的世界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这个病毒最终的证明 也许不是中国来源 也许是天上来的 也许是其他来源 各种可能性都有 但是首先在武汉爆发 中国应该尽一切的可能性 跟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们一起 来寻找这个病毒的这个来源 对 因为这个不仅是对世界有好处 对中国也是有好处的 从我的角度去看就是你 你去掩盖它反而对中国的伤害特别大 是 你如果不掩盖它 其实对中国没有什么伤害啊 美国的实验室不是一样泄露病毒吗 泄露呢是这样的 就是说病毒实验室一般来讲 平均每个星期都有泄露 今天我讲的这个数字比较吓唬人 但事实上是这样 但是泄露是有条件的 它必须是泄露什么东西 就像病毒的全部是有条件的 所以这份报告一出来 我不管是这个情报机关 那个情报机关 我不管是农业部还是交通部 我去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你们这些东西 有没有经过科学家的 最起码的评估 如果你做到这一点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但是事实上 全世界的基本上的科学家 是有基本的共识的 这种共识就是说 无论是动物还是人工 还是说实验室泄露 是有条件 而且是有辨识能力的 所以 这个结果出来之后啊 当天我就看到华文日报的这个报道 很长 但是呢我马上批了几个字 开玩笑的啊 我就说这个没有新意 没有证据 当然结果呢会达成什么呢 就是今天这个结果 最新的数据 昨天我看到 看了一个美国媒体的报道就讲了 很多人就又相信了 又相信这种 你不知道他那个背景 就是马上在飙升了 因为一般人是没有这个判断力的 但是他又想当然 为什么呢 他因为中国实力实力条件很差 中国想演个真相 就成为了他阴谋论的一个前提条件 他并不知道 这个病毒本身是一个科学问题 它首先是个科学家可以辨识的问题 它不是一个政治的问题 所以德国之声 昨天的报道里面就讲了 这个问题已经被政治污染了 你怎么讨论了 你没有讨论的基础了 但是它消贵已经产生了 所以你连着这个武器的这个问题 又这个新冠的问题 我就开始怀疑 你们是不是有个战略宣传局啊 对不对 宣传部 有个宣传部 美利坚宣传部 反正你怎么会 这些事实而非的东西 又造成这么一个影响呢 在中美关系这么糟糕的情况之下 应该要清除那些 不确定的信息 要两个之间更清楚的找到 双方的利益共同点 来去爬植这些误解 现在是不断的在增加误解 不断的在增加的这种气味 所以我们的节目就要告诉大家 这个背景是什么 不是说一个能源部 他调查了 就是一个最后的结论 而且他对他自己 还有一点就是 我特别 我觉得相信这个的人影不多 但是我还想提一句 就是还是我看到有人相信说 这个病毒是人为制造的 没有一个调查局说 这是人为制造的 人为制造的可能性极低 所有的所有的调查都是人为制造的可能性极低 也就是实验即使是实验室泄漏 他也是自然采集 采集完以后他做研究 做完研究以后可能不小心泄漏 对吧 他这个里面是有 我所谓讲实验室的前提就是有几个 第一 这个实验室需要有这个病毒 对吧 他没有这个病毒怎么泄漏呢 所以这就是涉及到一个世界病毒的一个能力的问题 一个传递的问题 任何的国家的实验室的科学家一旦发现这个病毒 有新的病毒 一般来讲都是通报的 因为不通报是不可想象的 知道吧 所以这个事情除非是最新采取 就是在病毒发生的那天晚上 就从原来采取回来了 原来爆炸了 他们根本不知道 所以另外就是说 如果病毒实验室里面进行了某一种人为的加工 他就更需要条件了 那就可能需要的时间很长 可能这个长的时间 即使是加速度的这个病毒的润量过程 他都比这个武汉病毒实验室里说明的可能长 这儿我评论一句 有一位听众说 你们在讨论什么呀 美国这时候抛出实验论就是在敲山政府 这个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的阴谋论 美国政府不是这样操作的 他如果说是能源局发现了这个病毒 他一定要报 然而报的过程中 他其实是封闭的 他没有向这个外界透露 但是呢新闻新闻机构 不知道怎么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 就和那个气球一样 气球也是一开始没有人去关注 但是新闻机构和老百姓发现了以后 你就不得不管住 是这样的 不能拿中国的那种宫廷式的政治去套 美国式的政治这个我发现这里边有很多地方 中国对西方政治的理解有一些偏差 就是因为大家的思维方式不一样 总觉得好像美国也有一个阴谋 阴谋的这个搞阴谋的一个中央政治局或者什么 然后他们去策划一切 不是美国有很多也有策划的 但是很很少 对今天早上啊 这个何彬先生啊跟我说 是发现啊就我们在这个做这个简报系统的同时啊 要接触到很多世界各地的媒体的新闻啊 何彬先生就跟我感慨说 我们美国的这个新闻呢 真的是太强大了 其他国家根本就没有比 你看这一些最好的新闻机构 不管是彭博社也好啊 华尔街日报也好 纽约时报也好 华盛顿邮报也好啊 等等等等 绝大多数都是都是美美国的这样的一些新闻机构啊 真的不只是半壁江山 我觉得除了美国之外的可能ft还勉强能够提提啊 英国还勉强可以 英国有ft有bbc 还有这个这个这个经济社人 的确啊 这些媒体他们运作的专业程度啊 是我们没有办法比的 甚至就是说这个 放旗向背都都到不了这样的一个一个层次 但是反过来说是什么呢 就是说美国的他的这个这个政治啊 也非常的知道怎么样利用媒体来去来塑造叙事 这一点呢 其实中国官员应该学习就是 什么样级别的官员应该怎么样跟媒体打交道 怎么样把这个适合自己的叙事通过媒体向外发布 这呢也是一个技能 如果大家注意到啊 这个很多啊 在这个新闻记 新闻编辑室里面当过很多年编辑 因为大家知道新闻是个轻苦活啊 没有什么钱 那么人到中年之后可能就转到别的职业了 往往会去政府机构或者去私营企业做PR 做PR的这个就是一个一个很 大家整天都在讲 李奇如果哪天没来了 哎呦有听说他在 李奇在一个什么什么他现在希望是在 马上就说李奇到哪个研究机构去了哪个大学去了 有的时候我是会去到处搞搞一些参与一些 其实我是知道的 确实有智科有研究机构在大学在找李奇 李奇就在掂量 到底哪个地方钱多哪个地方 不利好也是在思考的 不是这个 所以哪天李奇投影销售我们在这里做一个人工的 对啊 当年已经已经世界已经被AI接管了 有一个李奇没有 是